我们不是看以前的NBA,Jaba,或者其他Magic Johnson的勾手 其实我们很难单用碗力去控制球 我们以前看见的公园,通常都是这样的 但是你在比赛里面比较难用 记住,第一,我们勾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这样练 我们是拋球进去 在比较近的位置,拋球进去 我们先是控制好力量,拋进去 明白吗?我们习惯了拋进去 然后跟妈妈一样,我们拿着球的顶部 拋进去,拋进去 练熟了,拋进去 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 上次我们拍了跳步的放篮,上抽的练习 今天我们继续会讲南下的终结技巧 以及一些低位的步法训练 好了,现在开始了 我们今天先讲第一个技巧就是勾手 收到很多人问是怎样可以训练勾手的 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一般勾手的时候 或者拋头的时候 究竟我们的错处在哪里 如果我们一般下手的上篮 即是我们走篮 我们一般都是拿在球的底部 因为我们是会托着球的底部 然后上篮 但是勾手 如果你拿在底部 它就会变成很近肩膀 这个时候勾手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力量 很难以控制 也都很难勾 所以我们第一个训练 我们先放在地上 我们放在地上 为什么呢 目的是想你的球离开你的身体 不要再粘连你的身体 然后记住我们是拉上来的球 上抽 上抽的时候 你可以想像自己好像入瓶 你是Michael Jordan或者Kobe Bryant 入瓶的时候 用手腕去放蓝 那我们可以练习 控制好你的手腕 抽起 然后放 我们这样慢慢练习 抽起 然后放 因为在你当自己入瓶的时候 你的手一定会伸前 记住 如果我们正在上手的摸摸 或者勾手 不可以刺在肩膀上 伸前一点 入瓶 放蓝 我们可以练习上次跳步的技巧 拍球 跳步 放蓝 明白吗 拍球 跳步 放蓝 慢慢可以将距离 加远 放蓝 再慢慢加远 拍球 跳步 放蓝 明白吗 我们试一试 Matthew Go Matthew的这球 就是接近肩膀 而你的球 你用很小的力量 大个球都会插板 就是因为你拿了球的底部 和肩膀 这个就是常常炒的原因 试一试 我们在这里开始 抽起 然后放蓝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这里 放下 抽起 明白吗 试一下这样 Go 抽 抽 还在接近胸 再来 如果你真的比赛 我们有对抗 你很难控制 记住 你要想像自己 入樽 不要接近这里 入樽 入樽 身前一点 对 用手腕 再来 身前一点 抽 对 Good 记住 我们入樽 拿着球顶 再看一次 用这个力量 用这个力量 然后放蓝 用手腕 准备 Go 对 Good try 一 球 抽 前一点 有点黏身 再来 Go 对 Good 再来 不要紧 对 Good 2 好 再来 Go Good 3 好了 退后一点 当你完成了 例如在蓝底完成了五球之后 我们就退后一点去练习 抽 拍球 抽步 又回到肩膀位置 明白吗 记住 记住 抽完 不要去到这里 太厚了 再来 Go Good try Go 1 记住 你的手上的时候 入樽 所以你应该是 手指是这样 记住 不要这样托 Go Good try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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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2 3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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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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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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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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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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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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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记住,我们是抛进去 明白吗?假设如果我对抗 假设我和Matthew这样对抗,中锋拿球 描揽上抽,移动,背脚一下,然后抛进去 像上次低位拿球,然后卡位,接球向后,转回来 勾手 记住勾手的时候,抛进去,控制好 你同样可以插板也可以 明白吗?你是用手腕控制球的落点 记住抛,用手腕控制球的落点 你可能会更容易的,抛,手腕控制球的落点 明白吗?我们可以由蓝底开始练习 先练习这个,抛进去 看招物 好 是 任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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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